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数码转型 和我之前讲过一个商道道家思想 就是道法术气势 如何去将这两样东西结合 首先讲到那个势 势其实就是讲到趋势 未来的几十年 其实大部分的趋势 都是讲互联网思维 和将它数码化 这是不可逆转的 如果你是想着用传统的旧经济 除非你的旧经济 市场是不会萎缩的 或者是市场萎缩 你的市场占有率是不会碰 反而是会扩张的时候 那你就不需要做数码转型 如果你是要做数码转型的时候 就要去想起那个大趋势 鞋走那个方向的时候 你就要跟回那个方向下 讲了那个小小 最低层次讲的气 气就是讲的是气材 即是说你数码化 你需不需要用一部比较 走得快一点的电脑 或者是用一个高速一点的Modem 或者是用一个比较可靠的云端 去储存你的资料 或者是用它的软件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 但是你也要跟回你自己本身应有的 你的成本或者你的预算 究竟你要放多少子弹 在这些器材里面 给的太多 你需求不到的其实就是浪费 我想是给你的需求多一点 因为给一点空间自己增长 这个就是那个器材 讲完那个器材之后 就讲那个术 术就是你那个究竟是怎么去做 你现在的数码化 究竟是靠全部内部的人去做转型 还是外判给外面的人做 那关乎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才 你要去请回来 外判给什么公司 外判的公司会不会 将来取代你的生意 这个要你自己想你的策略 那法就是讲那个制度 如果那个企业架构是不明确的 那转型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不会持久 那怎样一个企业是会转型 是会恒常化呢 就是你一定有那个人才的选用 是有一个制度 接着就是帮它做训练 工作的培养 那企业里面就有了那些规矩 还有有那个职效评估 你要做齐这些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才会令到企业才会有那个法 人才方面呢 除了有普通一些商业的思维之外 还有几个是互联网需要的思维 一个就是批判性的思维 一个就是复杂沟通的能力 创造力 适应力和生产力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如果那些人是没有这些能力的时候 就很难在互联网那里的世界上生存 因为互联网是很需要创造力 还有很需要大家去合作 是很难去单打独斗 还有呢 其实我说了很多次 因为未来的 Home Office的流行 大家可以扔所有东西上去云端的时候 雇主雇员的制度 有机会是将它扭曲了或者是变了 变了是一个伙伴的制度 或者是一个叫做 华人的制度 大家有工作的时候 大家才合在一起去做 那这个制度 那个执行是怎样去布置呢 或者是那个酬劳啊 责任啊 怎样去拟定呢 怎样去将它叫做 Blockchain化了 即是区块链化 明确到哪个人是 贡献了多少工作量 跟着他应该跟这个工作量 根据定的价钱给他一个适当的回报 这个也是那个制度 那最顶层的就是那个mindset 就是那个度 那就是说是那个叫企业的基因的转型 企业基因的转型就是说 要令到所有员工都知道数码化和创新 是一个企业的DNA来的 那给大家可以大胆地去想象将来会是怎样的 那就 因为互联网呢 是用那个顾客 道向做一个思维的 那就如果不适应到这些思维呢 就是会形成灾难的 那么 据一个例子 因为现在有很多产品呢 是讲的是 先有一个意念 或者是想了一个叫做 准备做的东西 跟着就是去众筹 然后去生产 那所以那个顾客的沟通 还有那个表演是非常之重要的 这个就是那个思维 如果你的思维还是在停留 是我要生产了一些东西 我有存货 跟着就再去卖 这个就是说的是三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的思维 那大家要想清楚 如果你要去将它数码转型的时候 你度发述气势 就跟回你自己的行业 去想清楚你可以去怎么样去转 今天想分享的就是这么多 拜拜